又来到了一起学人工智能系列 然后今天是9月29号 然后我觉得一年过得特别快 然后这个课也是上了大概第六周了 我觉得蛮感动的一点是 有很多小伙伴还是坚持来听 另外的就是把一些课程上面的一些部分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点的讲授 包括说一些例子 那今天我们来一个全新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非线性函数的一些介绍 在这里面要进入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第一个部分 我们可能要讲的是激活函数 而在这里面我想就是 今天我们可能会带一些回顾性质 那样小伙伴在接受新知识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把旧知识的也回顾一下 也让一些就是新进来的小伙伴 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最起码知道我这节课 能够学到怎样子的内容 然后之前缺的东西来听一下 然后我们马上进入到主题部分 然后很感谢Viat 连续了就是这个月支持我做了很多的线上的直播 然后在上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里面的话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接下来我们很快进入了年底 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人工智能的部分 会讲 然后另外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会议 像PyCon 像.NET Conference 还有微软的Eat9 都是热爱技术的小伙伴 去关注的一些重大的会议 另外我们还有开元社的活动 所以技术都是满满的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Viat里面 然后还没有去关注Viat的话 大家可以扫奥维码去关注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线上的课程 那我最深刻的一点呢 就是在Viat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互动 也去把很多的一些新的小伙伴吸引进来 这是我这两个月在微软所获取到的一些非常宝贵的财富 然后另外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Viat背后的一些支持的小伙伴 我也是特别的感谢 像每天直播的小错姐 Vani姐这些都是要感谢的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Core Advocate 就是云步道师 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微软的一个做技术步道的一个工作的职位吧 然后里面就可以宣讲不同的一些场景 还有一些技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关注我的那个奥维码 另外的就是我的GitHub 还有Email还有博客 在上面都会有展示 然后如果大家呢希望就是了解人工智能 云原生还有跨平台移动应用的技术的话呢 都可以跟我去聊 然后也可以发邮件 也可以在我的公众号上面 然后我们先来做一个回顾 我们做机器学习 在里面的话都会从一个监督学习谈起 我们的监督学习呢 我一直说是一个预测未来的 你可以通过一定量的这个数据呢 去做一些 归了总结之后呢 就可以推算出一些预测 像我们能去做一些 找到一个特征的数据 生成结果的方法 一般呢 一些数据呢 有很多的特征 像天气预报也好 像一些 所谓的一些可预测性运维也好 都会有很多的特征数据 在这些数据表的列上面 另外的通过X值呢 也可以理合到计算当中去 从而为训练 结果数据呢 集中的所有情况呢 可以准确的生成那个Y 那我们尽量的就是一条 线性方程式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监督学习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特征 这些特征呢 我们可能把它定义为X1 X2 X3 然后通过一个公式 然后推算出一个值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监督学习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谈到了一个叫做 单变量的线性回归 而线性回归呢 有很多人呢 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线性方程式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 从那个一元性的线性方程式 开始入手 由大体上有一个线性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条公式 Y等于A加BX加一个delta 在里面的话 X是一个质变量 Y是一个因变量 而delta就是一个误差 A和B是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线性方程式 也是在那个XY的坐标里面 你就可以呈现出相关的一些值 而在这上面 我们通过它去完成的 单变量线性回归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这上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线性回归模型呢 有以下的概念 就是一个方差值 有一个是我们通常把一个误差 因为我们去做预测的话 尽量的去拟合一条Y的直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去假定 它的误差均为零 那方差呢 那等于就是一个加倍的数量 然后它可能会大于零 或者是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正态线性模型 去描述 这个线性回归里面的一些特征 另外的就是一般的 我们可能会有K个质变量 质变量 质变量就是说 它有K个特征值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特征值 另外的可以有一个因变量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条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然后由质变量影响的部分呢 我们表示它的函数 函数形式了 已知未有 含有就是未知的参数 另一部分呢 是有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 随机造成的 叫做随机误差 那这两部分加起来了 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 线性回归的方程式 另外的 当函数未参数未知的线性 线性函数时 我们可能会叫做 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就等于是我们右下角那张图 它可以 未参数未知的线性方程 它可以形成一条线性的 一个 一条直线 另外的就是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就是 接下来这三周 我们可能所谈到的一个 非线性回归的一个模型 其实它不能够拟隔成一条直线 它可能是一条曲线 另外就是当质变量 个数大于1的时候 叫做多元回归 那当因变量大于1的时候 我们叫它做多重回归 所以小伙伴呢 如果没有去了解很细的线性回归的话 我们可以去B站 去找MS reactor 去重新看回 我在上面讲的线性回归的一个模型 然后谈了就是单元 那肯定要谈到的是 多元线性回归 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看 线性多元回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得出的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质变量的一个回归 那里有很多的一些参数在上面 像房价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条件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条件的话 可能是因为它的坐标的方位 或者是所在的地点 或者是朝向 这些都可以组成它相关的一个 多元线性回归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造成房价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这个时候X1 XR就可以出现相关的一些特征值了 另外就是它的WEWR就是这个特征 它的一个权重值 像有些地方你可能就是以一个地点为标准 像广州上海 可能它的权重值是比较重的 就是因为你在广州买房在北上广买房吧 都是比较重要而且比较多人去购买的 另外就是从一个朝向 有些人的中广买房子都喜欢坐北朝南 那这个时候这个朝向虽然说重要 但是比起北上广这个因素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权重可能是一个WR 当然你加上去两个权重之后还会有一个偏加值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做多元的线性回归的时候 就生成一条最简单的方式 假设在这里面我们只有两个特征 就形成了以下这条公式 那多元线性回归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以下几个特征 质变量对因变量必须有显著的影响 因为在这里面是密切相关的 有一些没关系的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判断的结果 另外的就是质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呢 这线性相关的必须是真实的 而不是形式上的 有些条件呢 就会让你去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误差值 另外的就是质变量之间呢 会有一定的互资性 质变量之间的一个相关程度呢 是不应该高于质变量跟因变量的一个相关程度的 这样子质溃显成一条很完整的多元线性回归的一个方程式 另外就是质变量应该具有的是完整的统计的数据 就是让这样子呢 就会预测值呢 就比较容易去确定 不然你这些虚值呢 都很难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数学方式里面去解决多元线性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提出 去做一条类似这样的方程式 就是把B也带入进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B叫做A0 A0加上A1 A2乘以各自的对应的一个特征 然后转换为来就等于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 理合的一个回归的一个方程式 然后假设我们整条方程式是等于HWB 等于就是B加一大堆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位置的一个方程式 然后最后当我们的W0 B等于W0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变成了这个W 等于W0加一大堆的一个事情 所以X一个样本的一个N个特征值 如果我们把N个样本一起计算 就会得到一个相关的一个矩阵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我鼠标的位置 就是一个相关矩阵的一个换算值 然后通过这样子呢 我们可能会去看到 我们去做完回归 可能就会有一个二分类 什么是二分类 二分类呢 当我们做完回归 介绍完线性回归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二分类的状况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通过正向的计算 还记得 我们射法的时候 第一枪 然后人家说 不断的要靠近目标 我们中间那个环 那我第一枪 可能射上去 是一个正向的 然后另外的就是慢慢的去纠正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计算 一个纠正的方式 那我们遇到分类的时候呢 我们的分类方程式就是一个公司二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做正向的计算之后 得到公司二 然后还要去计算一个损失函数 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些边差 通常呢 我们通过一个分类计算 所有的样本点呢 经过在经过 一个线性变换后的一个概率值呢 就会使得正样本大于0.5 而负样本呢 就小于0.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记着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去做二分类 当时通过代数分析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去做了不同的一个 反向的计算 然后得到两条不同的方程式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去代入值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像我们如果要找到 L1这条分类线的话 AC在L1的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看一下写写 这条就是L1的线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A跟C是在上面的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代入相关的公式来计算的话 你会发现 A跟B的点 通过公式预测的值 是正确的 然后要算7点的时候 它是大于0 大于0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错误的值 那你可以看得到吗 正确跟错误的值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上面也会有一个分析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A是一个绿色的点 一个方形的点 而C正确的话 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的点 那这个时候这些地方 就会引起了一个错误 那我们要去纠正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误差值 去做一个 所谓的损失函数的计算 你可以看到 损失函数是非常大 看到吗 1.313 是吧 游元会说 那怎么去判断 它究竟是大了多少 还是小了多少 你可以去换算A跟B的点 因为它是正确的 你可以看到通过公式的计算 你可以发现 0.018跟0.112 对比起1.313是小了很多 所以在这上面 你可以发现 我们如果要去做正确点的时候 还是需要去做反向的传播 然后通过反向传播 我们可能得到L2的这条直线 然后这条直线的话 经过计算是正确的 那我们要去纠正这个做法 对于我们的线性分类来说 只有一些值的话 我们只能知道的是 大逸龄还是小逸龄 并不能有效的去做反向的传播 所以我们要通过 Logistic的一个分类计算 让财亏去把它换算成 一个0到1之间的值 财亏去很好的去算到 一个所谓的偏差 像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Logistic去算 像一些等于5的时候 我们可能得到一个0.993的值 但等于-1的时候是0.269 那这两个数值的含义是什么 是这两个样本在分类的区域内的概率 第一个是99.3是正向的 第二个是26.9是负向的 所以是负利跟正利 偏向正利跟负利 然后我们再计算损失值了 就可以得到一个反向传播的误诈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做分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带上 Logistic的函数 做一次分类 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你可以还可以看到 这个几何的原理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条曲线 是一条S型的一个曲线 我们正向跟负向的一个比较 通过二分类的时候 都会有相应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要去做 经过推导之后 我们可能在之前的课也说过 通过直线就可以把 两类的样本给推导出来 而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Logistic的方法 可以很快速的去 把绿色方块为真类 然后红色为负类等于0 两边的值去做了一个换算 换为一个平面 来去做计算的 然后在上一节课了 我们还做了一个多分类问题的解决 我们可以去做多分类了 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一对一的方式去做 先把AB跟BC 或者ACAB BCAC 这样子分类 然后我们去说 A和B 告诉你 这个值是A类 然后需要到 A跟C的话 也是A类 那这个类别 就是一个A 像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是先去 划分了蓝色这个类别 然后再去做一些切分 还有另外的就是 如果A跟B 再加上A跟C 这个总的类别 得到的是C类 那就不可能是B类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的 这些相关的 另外就是 用一对多的方式去做 也可以 就是我们把一个类别 先抽取出来 然后另外的 剩下的就 看作是一个类别 这样子去切分 也是可以快速的去得到 当然还有多对多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去选择的话 我们的线性多分类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去完成的 在这里面 一定大家要记得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区分好 多分类跟多标签 因为很多小伙伴 会发现 多分类里面 究竟哪些是叫做分类 哪些是叫做标签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能是 做一个多分类的一个做法 像我们在这里面有一句话 既有蓝天白云 又有花草树木 我们一张图片里面 我们可能找到的是风景 而不是人物 风景跟人物 就是在做分类的 而标签的话 像蓝天白云 这些实体 就是多标签的 那这个就 那不叫做多分类的问题 是多标签的一个分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 而这些就是我们 之前所学的一些知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要进入到 一个非线性的过程 从线性到非线性 我们肯定是需要到 一个激活函数的 那为什么要用到激活函数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 好好地去介绍一下 像激活函数的作用 我们还记得神经元吗 神经元是怎么样子的 神经元就是 我们有三个输入 假设 在这里面 我们有X1 X2 跟X3 那我们整条公式 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Z等于X1 乘以W1 加上X2 乘以W2 加X3 乘以W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 神经元加上权重 然后得到一个 线性方式 那这个经过激活函数 来去生成一个A的值 那我们通过 非神经网络 其实增加了一个 非线性的因素 如果通过公式 我们把激活函数 加进去 我们把结果压到了一个 叫做0到1之间 这里就像我们的 logistic的一个函数 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发现 在激活函数里面 它有些基本的性质 像非线性的部分 线性的激活函数 和没有线性激活函数 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你可以再看回 我们之前的图 你会发现 有这样一个规律 另外的就是可导性 做误差反向传播 可低度下降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 激活函数的可导性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 这样子做下去的 它做反向传播的时候 你的激活函数 也是可导的 才有用 如果不可导 也是没用的 而单调性的意思就是说 单一的输入 会得到一个单一的输出 较大值的输入 会得到一个较大值的输出 这是一个 一对应 就是比较单调的 这是一个单调函数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激活函数的一个本质 一个是非线性 可导性 可单调性 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而在这上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场景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物理的实验 我们在用寄电器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是用激活函数的原型 就成为我们激活函数的原型 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带入到物理的场景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我输入的电流带入一个阀值的时候 还记得吧 会产生一个足够的磁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等于就是我们有一个阀值 一产生磁墙 那那个就会打开下一级的一个电源的一个通道 那就是通电了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方法呢 就是如果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用一来表示神经元已经被激活了 用零来表示神经元未被激活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设为一个叫做step函数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 在主要的一点 它的梯度一直是横为零的 在做反向公式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到 通过这个step函数呢 它调度 梯度的传递的时候呢 用到了一个链式的法则 这样子变成了这个梯度就横为零了 就当梯度横为零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去做什么 没办法去做反向传播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呢 是一个通常我们把目里的场景 带进去几活函数之后 往往说缠身的 然后我们去想啊 当我们去做神经网络的时候 每一层的连接 如果你有去接触过 像TensorFlow里面 那写TensorFlow用Keras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什么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种类的一些 激活函数 但是你在最后啊 它内层是不用激活函数的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另外的就是通过神经网络 不管你有多少层 最后的输出决定呢 这个神经网络去干什么 在这里我归纳出几个点 像网络啊 我们有单层的网络啊 当我们有单层的一个输入 单边量的输入之后 我们的输出是怎么样的 是单的一个的输出 那我们如果没有激活函数啊 那就变成了一条 也没有分裂函数啊 那就变成了一条线性的回归方程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激活函数 就只是一个神经元这样的传导 那就变成了一个线性的回归 另外类似的 还有一个是多变量跟单输出啊 慢慢的也是变成了一个线性回归 因为你也既没有激活函数 又没有分类函数 这个对于很多的小伙伴呢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结论 当我们去做单层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没有激活函数 跟分类函数是最后就是一个 线性回归的结论 当我们去做二分类啊 刚才我已经回归了 那个二分类里面 那样的一个单层 因为我们是做 当我们去做线性的时候 当就是一个单层的网络啊 要有多变量的输入 然后输出也是单输出 但是我们的分类函数 会是一个二分类 当我们去做单层的多变量 多输出的时候 多分类的函数也加进来的时候 都是多分类 但是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见 它如果是单层的网络 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激活函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记着 然后无论你是用 Science的一个深度学习框架 以后也是同理 神经网络的最后一层 是不用激活函数 如果大家想不明白 自己去再去体会 然后我们一直没有用 使用激活函数 为的就是说 使用了分类函数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多层神经网络 也是在类似的一种情况 在最后一层呢 只会用到一个分类函数 来完成二分类 跟多分类的任务 当你是语壳任务的时候呢 则不需要的是分类函数 在这里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 那在说到这里之后 我们要知道的是激活函数 在神经网络最后一层 不需要一个激活函数 而激活函数呢 适用在哪里呢 适用在前后层 两层的神经网络里面 那你才能够是 当然有用的 然后在这 我要去解释一下 什么样子的方式 有怎样子的一个激活函数 像这里面 就会有挤压型的激活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是挤压型的激活函数 这一类函数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输入值 而等于的绝对值 是非常的大的 而输出的是在 像两端这样子伸展的 只有一个S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来跨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我无限大 那H型对吧 两边绝对值 无限大 输入的欲 无限大 而两边是吹于一个宝壳的状态 是一条S型的一个函数的曲线 而且在这里面 你压缩的输入的值欲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挤压型的一个激活函数 你又可以理解为是什么 它具备的是一个宝壳型的激活函数 在英文里面 我们通常用那个Sigamore来表示 原意 它的原意就是S型的曲线 在数学中呢 这个东西呢 具有一个压缩型的一个S型 在神经网络里面呢 有两个常用的Sigamore函数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Logistic的一个函数 它是用来做分类的 另外一个是TAN函数 我们都会去做讲解 第一步 我们会发现这个Logistic函数 我们可以用来做分类 但是你会想 有很多文字资料 把那个激活函数 跟分类函数呢 就放到一起了 因为它二分类里面 为什么 二分类里面最后一层 就是使用这种对数函数 跟那个神经网络里面 乘以乘的Sigamore函数 是同样的性质 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它既充当了激活函数 又充当了一个分类函数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做分类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叫做Logistic函数 当我们去做 它的性质是做那个激活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用那个Sigamore函数 来去做取代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Logistic函数 其实在前几章的内容里面 已经讲过 也是说过非常清楚的一个部分 也希望很多的小伙伴呢 能够去认识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Sigamore函数 我们的Sigamore函数 非常简单 跟我们的Logistic函数 其实是一样的 它也是推导到一个A里面 当它去做求导的时候 其实得出的就是一个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偏导的一个损失函数 来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A乘以A 1减A 至于怎么推导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的U等于1 V等于1加1 和负一些的军方的时候 那Sigamore函数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做一个带入 但我们因为U等于1 而V等于1加这个 那我们把公司一带进去 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然后慢慢的去经过换算之后 你会发现 那慢慢推导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岸数跟我们的R分类 是非常相像的 因为刚才提到了 就是你输入的值域是无限大 那就是这个输入的一个方式 在这上面就会呈现出来 输出值永远是在0到1之间 导数的值域 我们通过计算就是0到0.25之间 所以就生成了一条蓝色这样的曲线 这个曲线就是我们的S函数 S函数它是一个S型的 挤压式的 另外的就是它的一个导数的输出 都是0到0.25之间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SIGMO 然后你会跟Logistic合在一起 但是两个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Logistic函数的一些优点 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讲讲 它们之间的优点 在优点上面 你可能会发现SIGMO函数的作用 方向来看了 它是一个中央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争议 对两边的信号争议是比较小的 但是它集中在中间 所以在信号的特征空间上面映射 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从神经学的角度 它比较容易兴奋 一直出来 举个例子 我们经常会听到 我在这里也写了 你有多少把握去完成这件事 然后有人会说六成 这就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转换为一个通俗易懂一点的 就是有多大把握 一些的坐标值越大 经过SIGMO的时候 它就越接近于一 你可以把这个SIGMO的函数来看成是有多大的把握 你就OK了 就等于是一个临界点 你可能只有六成 你就把老板问你 你有多大把握完成 你不可能说100% 因为还有很多的一些条件的问题 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去把这个60%说出来 但是它也有缺点 因为为什么呢 它指数的计算太大了 就算的代价太大 从梯度来说 这个SIGMO的梯度是两边 两端都会 梯度 我们是讲梯度 它都会接近于零的 就是刚才拱下来在下面 然后这个误差 它是传回到Delta里面 那么它的低度误差了 这Delta乘以A撇 而A撇了这时候 它直接接近于零 那梯度也是接近于零 那接近于零意味着什么 你的梯度就没了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把那个问题了 看成是那个网络梯度了 网络就收敛的会比较慢 因为它有些时候会出现零的情况 那很慢的收敛会影响到 整个判断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做了一个公式 像我们要把学习率等于0.2 然后Sigma等于函数值是0.9 就是因为你无限接近于1 那就是宝壳 让我们要把它去降到0.5 要需要多少步了 我们要带入这个公式 像我们的A 然后我们对0.A等于这个0.9去求导 你求导之后会发现 那每次求低度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是得到一个0.09 那相减之后 然后再去做判断是否接近于0.5 那你会发现 在经过一系列计算之后 只有0.898368 当我们要去接近于0.5 那就意味着不断地去计算 不断地去重复 第二步跟第三步的工作 那你这个时候 通过计算机去计算了 你会发现 要经过最起码67次 这个算的话 我就不在这里算了 可以告诉小伙伴的是 它要经过67次的运算 你想想我要去接近0.5 要通过这样子的调整梯度 慢慢慢慢去做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所提到的 你的计算 指数计算的代价非常的大 我们在做算力的时候 所以就要求很高的算力 因为你频繁地去计算 你要求的是很多的一些算力来支撑 这就是它的问题 当然也有碳的函数 碳的函数是一条算取的正切函数 这个函数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当它两边数值非常的大的时候 而输出值跟我们之前的挤压式的相比 它的范围值决定到了-1跟1之间 看到吗 然后当我们的求导范围也不一样了 它是在0到1之间 所以这个碳的公式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跟我们几压式的公式 也logistic的公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去做求导 它是做1-a的平方 这个方式来去做的 所以它生成的是一条双取正切的函数的图像 你会发现它不一样 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也是具有Sigma的优点 无论从公式上面 或者是函数式的图像 你会发现这个函数 都是一个和Sigma非常相像的一个机构函数 而性质是比起Sigma 它更加的是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零均值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传导的时候 你会发现输入的均值并不会去改变它 这就使到很多的一些应用 比Sigma是非常的优异 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结果 因为它不会根据你输入的一个均值并入到里面去 另外的就是它的指数计算依然很大 低度问题是存在的 因为它这个只解决了一些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传递上面的一些性能的提升 而且在输入均值的时候 也是会引起到一个指数 计算太大 引起低度的一个相像的方式 当然你说其他的函数有没有 是有的 在这里面我也介绍给大家的是 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式在上面 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Sigma跟Tung 这个就要看大家用的时候的一些方式了 这里就不一一多说 你可以看得到大家都是 那个数是无限的 无限大或者无限小的 另外它的输出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去做了击压式的一个击垢函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另外的就是一个Ru的一个函数 这个是用来修正 因为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们怎么去修正这个线性函数单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刚才提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去做这种击压型的击垢函数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回Logistics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指数计算太大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去减免这个指数了 包括说我们去用的Tang 那这个时候了 我们可能去做Valoo的一个函数式的一个计算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单元 那它结合了就是曲线跟线性的这种方式 我们就等于是把线性的整个流的函数 叫做斜波函数 公式是这样的 这个公式比较特别 它是找一个最大值 零到一些之间 当我们去接近一些大于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一个一些来描述 而零的话是一些小于零 当我们去求导的时候 只有1跟零去支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求求入函数的话 也是比较简洁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值也是无限的去放大或者缩小 那它的输出值域是怎么样的 它的输出值域 它不是像我们那样子在零到一块负一到一之间了 它是从零到无限大 通过这样的公式 它导数的区域是零到一之间 你可以看到两个图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S型的一个函数 而这里的话 它是一条这样的一个半半路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方程 就是修正式的一个线性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修正式的 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如果通过仿生学的原理 你可以发现在大脑里面 其实有用的神资源只有什么 只有1%到4% 所以人的脑袋非常大 但是能够活跃状态的就是1%跟4% 这个是要看你的整个活跃度来去做调试的 而且它通过输入为0的时候 它输出就是0.5 就是告诉你 当我去输入0的时候 输入0.5 那我接近1的时候 那0.5跟1 它就是一个半饱壳的一个稳定状态 不够符合人类的期望上 不过了就是说 大概有1%一个神经元 是处于一个激活的状态 那就意味着 你在这有用的神经元里面 有50%是在激活的状态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的优点是相比起来 就是说它反向导数很等于1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导数很等于1 而且就是反向传播的T度值 是收敛的非常快的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logistic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那个的话是非常的慢 另外的就是你可以避免T度消失 因为它很等于0 计算也非常快 相比起刚才的话 因为它的收敛比较快 它计算也非常快 而且活跃度的分向性 使得神经网络的整体计算成本是降低的 所以我们在多层的神经网络里面 我们可能用到Vlog去做我们的一些层里面的一些激活元素 但是它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就是无界 我们可以看回刚才所说的 你可以看到吗 它是一个输出值是一个无界线的一个值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的值就不稳定 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大的优点 有非常大的缺点 但是它这个就解决了我们的一些计算的问题 当然我们T度很大的时候 会导致到神经元会死掉 死掉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很大的T度会导致了更新之后 到网络传递的输入是0 小于0 从而导致的Vlog 因为它小于0 所以它的输出是等于0 所得的T度就是0 然后对应的神经元 它不断的更新 它永远是0 就等于是没有 这个激活元素就没用了 因为它很等于0 所以它在这里面 我们要找到一个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就是输入小于0 为路回传的T度是0 从而导致后面不断在更新 当然在学习率设置不对的情况下 这种就是经常会让神经元给死掉 所以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要注意 我们要去设置学习率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 而且是对非线性函数 非线性的分类也好 回归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它跟Sigma函数对比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呢 而Sigma函数对比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还是把学习率给加上去等于0.2 然后通过0.9去衰减到0.5 我们去看 要多少步 当我们的导数是1的时候 但快速的就可以把这个方程式给完成掉 给实现掉 你可以看到0.9减去1乘以0.2等于0.7 0.7再减去1乘以0.2等于0.5 等于就是两步就完成了刚才通过Sigma 67步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值 那就非常方便跟简洁的去完成相关的一个计算 所以它的一个计算是非常节省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让你去做到一个 节约这种计算成本的这种能力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就是觉得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计算简单 而且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这个路尔寒数的一个价值 另外的就是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 就是说带泄漏的线性整流函数 它在这里面 它跟它不一样的是 它的一些也是大于等于0 但是当一些小于0的时候 它的公式就增加了一个Delta Alpha 应该叫Alpha乘以Z 然后导数 所以它的导数 也就是不跟我们传统的这种 维路函数相比了 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不一样是指的是 它在这里Z跟Delta 我们看回上面那个 它在上面的话 我们用的是1跟0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式 那它呈现的函数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输入的值域是无限大 无限小 而输出也是无限大 无限小 那导数的值域是怎么样 是一个Delta Alpha跟1之间的一个区间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值 它的优点非常的明显 它也继承了维路的优点 但是它的收敛和运算 它的复杂度是降低了 而且比之前的维路更快 而且当我的一些小于0的时候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T度 就是那个Alpha的值 使得一些小于0时 可以根据T度的传递去更新 它避免了一定程度上面的死掉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避免神经元去死掉 不然的话 你是很难很难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让神经元去死掉的原因 是因为造成它的是 因为它的输入跟输出 都会引起到 它的死掉的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学习率的设置不大 但是在这里面 它还是会去有死掉的问题 只是说通过Liquid的维路 可以减少这种方式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公式 叫做SoftPlus的函数 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SoftPlus的函数 去做相关的工作 去做更加好的一个修正 通过公式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公式了 终于是一个 看到这个公式 那当我们去求导数的时候 其实是把1加1Z的次方 然后2分之1Z次方 这里面我们去做了一个求导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条公式更像的是什么 更像的是一条曲线 而这条曲线的话 也是无限大 无限小输入 但是输出的话是无限大 而导数也是0到1 但是它跟我们之前 直接是一条直接半线性的方式 是不一样 它有点就是 一条曲线的形式去形成 那它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函数 是非常的简洁 我们可以看得到 通过公式 你可以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们在这上面 我们去做相关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去做 这Soft Plus的一条曲线 会是非常好 也是非常简洁的 所以在这里面 它不断的去修正的是什么 通过这些函数 不断的去修正这个梯度的问题 而且也避免了一个 神经元死掉的情况 所以是它不断的去做了一个 函数的替换的一个方式 另外的就是一路而路的函数 也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公式 像在这上面 我们的e set 大1等于0 那也是有相关的一个公式在上面 然后在这里面 当我们一些小于0的时候 它得出的是一个学习率 乘以相关的一个函数值 那我们求导的时候 它也有不一样的变化 很大1等于0 在1到0之间 对吧 另外的就是 它永远是小于0的另外一部分 所以它在求导的时候 也有相关的一些不一致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曲线 也是不一样 在这里面 它数值是无限大 但是它在输出值之后 它是在一个负的一个学习率 跟一个无限大之间 而导数是0 大于0到1的范围之内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条曲线跟直线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 它也有很好的一个修正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机构函数 在这里面都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一些呈现的方式 所以对于我们 如果要去做非线性 这种分类跟非线性的 这种回归 都有很好的 通过计划函数 都有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作用 特别是多层神经网络 那今天的课是还没讲完的 因为很多小伙伴会说 哎呀 讲到这种这么深奥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子去把它 把握好 或者是学习好了 因为要讲这些细节的部分 大家可能是没有去很好的去体会 那今天我不会去展示相关的代码 反而是让大家去记一些图 我们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Veloo的方式 它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文字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是叫做修正线性方程 或者这就是线性整流函数 或者是斜拨函数 那你记着这张图是没错的 因为我们常用的是Veloo这个机构函数 在这上面的话 因为它是要做修正 所以它还是一条直线 那你说后面那些 它可能改进的方法 有曲线的标准 有相关的这个细节上面的变化 那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引用的上了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去学习神经网络 要去学习好像说 你要去做计算机的视觉 或者是自然语言的部分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达到一个状态 可能去抄一些代码 但是具体的实现 你以后用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卢老师讲的这个方法 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很多小伙伴 老是把人工智能看得很复杂 其实你在这里面来来去去 你可能就是 我还是强调上节课里面所提到的 你必须要去做写写画画 像我们去做多分类的时候 像我们去做线性方程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条直线 对啊 然后当我们去做非线性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条曲线的里壳 然后一条曲线的里壳 那这条曲线的里壳 我们如果是线性方程 可能它没有那个分类函数 或者是只是做回归的话 它连分类函数都没有 就是一条线性方程解决了 当我们有一条所谓的回归 要去做一个分类 分类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的就是 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logistic的函数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做多层的这种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的是一个激化函数 那就是说每个点都会是有一个兴奋点 在这里面去做传导 那我们把不断的东西一直传传传传下来 那你的激化函数不断的去变化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是通过一个线性的方程区 不断去修正 为你的梯度 为你的反上传播 做一个指引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肯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公式 而对比起VLU我们还可以相对应的就是SIGMO SIGMO函数就是拉上去 那SIGMO函数跟我们的logistic函数是非常相像的 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相关的功能去连接到一起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放到挤压到一个0到1的范围之间 那你也可以写写画画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对比起刚才那个修正式的一个线性方程式 它可能就是直接的要慢慢慢慢这样去做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的计算就非常多了 而且你的SIGMO函数是一个把握值来的 它可能越 你可以看得到 我这里有提到就是越接近1 这里的话 它的把握是越大的 因为它占的就更加的去接近100%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激活函数 我们把它的原理 而为什么要用激活函数都说了 那下一节课会进入到非线性 这个系列里面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认真的去听 那就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